哇,你看这天空上好多的海鸥啊 这下午刚下来 哇,好多海鸥在这里 偏偏起舞啊 太不漂亮 大家好,我是小郑,我这又来赶海了 走吧,我们下去看看 这下面是一条大鱼啊 看到没有,我这刚下来就发现了 我现在抓鱼技术实在是 看有,我都有点打臭啊 说实话,我想一把拿住它 诶,诶,诶,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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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已经在这里头了 袖子都湿了 哇,它伤着这个刺,完全就 已经震伦起来 诶,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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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repetition 帮我一碾水,我的天啊 拿筒来,我们这是 哪个一公里头要 объясner 哇,太棒了,可以啊 收了他 现在 看有 answers,鱼快 invert 要不然,他就平手要 走,今天赶海比较顺利 哇,这里的水有点深啊 我们从上面找找看 哎呀 哦,你看,那个教室底下 盘着一只巴掌鱼啊 这巴掌鱼个头不小的 哇塞,看到没有 哦,这只腿好粗啊,大猪腿 还抱着一个大石头 给它带着了哦 这颗头可以,收 下面发现了一只海胆哎 你看,好久没有抓到这个海胆了 这海胆颗头不小呀 上面这个刺,好漂亮啊 这是海胆的那个牙齿啊 它就是用来,用这个就是吸收那些海鲜那个养风的 这个海胆应该满黄,个头特别的大 再给它带着啊,收了 这个鱼好活呀 刚刚一直在噗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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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被这个海胆吞掉的啊 啊,鱼快吞了,干什么 快带带着,我们上去找找 下面鱼已经开始长潮了 我来到了这边,这个盘水口 这个现在是三四点的时候 刚刚放完水啊 看这下面鱼这好大的胖大气,看到没有 它这个爪还吸在这个石头上的,把它拿下来 哇,这只好大呀,特别的胖 应该籽也特别的多 给它带着了哦 放桶里面 这些水流底下 石头底下 心血都有货 得滑了滑了看 诶,你看这石头中间,这是个什么 是一只红口鱼啊 这种活鱼很少见的 我看到活不活了 活不活了 哦,这个鱼,你看到前面有六只爪,你看到没有 带爪的鱼,你们见过吗 像是死的,哎呦,开平了 哇,好漂亮啊 是活的,可能是在这里有点缺咬 这是个排水口附近 被,被可能排出来的 它在冻,但是它没有太大的精力了 哇,一这样子放的,它就直接开平了 真的太漂亮了啊 我们一般在码头上都见到死的 活的基本上见不着 它一般出海就死掉了 哇,真的很漂亮哎 这个鱼叫红袖鞋 回家煲个豆腐汤,应该味道很不错 带着 放到桶里面 今天抓了两条鱼,一起养着 看这下面有一只小包爪鱼 它一定往这个石缝里面去退了 咦,这逃生能力太强了 嘿嘿,有点小啊 太可爱了,出来出来 隔头还行吧,带走吧 回家可以刷个火锅,这种大小 看前面,有个这个小河豚 可能是被水啊,冲到这个石头上了 游不下去了,你看,活的 特别可爱,你看 它是想游走 这么小也不能吃 它有毒啊 让它在这吧,快走吧 我们不要了 哦,你看,刚刚我拎这个 桶往前走的时候,发现这个鱼会叫哎 跟奈哈蟆似的,嘎嘎一声的 哦,是不是 哇,好神奇啊 我们走吧,往前面可以走 看到这石块下面是不是一只鲍鱼啊 哦,吸的好紧啊,天啊 石块拿起来它还没起来 哦,哇,你看 下面这个小坑就是奇特的那个石头 这旁边还有几个小海螺 这个也很漂亮,这个就不要了 我看到那边还有一个小河童 它那个鼻子有点受伤了 这个,这里 最近小河童好多呀 这种有毒也不能吃 不要了 把鱼带走了啊 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这个鱼一直在叫哎 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啊 而且特别的漂亮 今天受了两条大鱼啊 还有几只鲍鱼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啊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